如何预期恒指今个星期或者未来今个月会在什么水平上下跌穿20,000点 是不是很短期内就会发生的事呢? 即是收市那一刻 我们说其实在月初头几个交易日的走势 纯技术走势我觉得相对比较重要 因为在昨天的角度的市场是呈现一个先低后高的阳烛 亦是曾经跌穿了2万点也是反上来的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在技术上也需要看近几天的股市 会不会是比较乐观的走势是怎么走呢? 连续几天市村2万又反上来,市村2万又反上来 如果是几天都是这样做的 你又会发觉第二个征兆就是如果这样走得来 其他一些股份开始慢慢强势的板块是一个多于一个 比如说以昨天的角度内房继续崩满 但是我们看到电动车或汽车的板块整体都相当之好 如果只是看它们的话 你以为现在我们香港是大油市的 因为你只是看吉利升十几个百分比 你以为是油市的 原来二千只股份只有它这样升 其他一些都这样赶下来 但是始终我们说是一个有机会有一个好的曙光的开始 这是一个很小的曙光 我们要用多一点时间去证明它 所以我证明这个方法就是会不会连续这几天 因为现在这一秒 老实说期指就跌了271点 也是很顺利地又失手了2万点 我们就是说失手不重要 昨天也会失手的 我们就是说可不可以是连续几天失手 然后上回呢? 如果是这样每一次都托上去可以 我们最加多的证据就是 刚才也说过 是转强的股份是一个板块 多那个板块 因为昨天再重复 昨天只有一个板块 一千万一个板块 只有一个 那就是电动车 其他是发现可塵的 如果你可以看到指数不断拉上去 那些板块也修复得越来越多 那我们坦白说 做淡的就变了不要太过狼了 就变了OK 因为不过指数也跌了差不多2千点 这个 它随时是反击 是夹一夹淡油 老实说是真的不出奇的 这个 这个就是对于博弈期指的人 就是需要去留意 这个OK 但是当然了 中长线类型的 其实港股是受制的结构性因素 而是相对比较多的 主要是来自内房那个 虽然我们说内房 不常说内房 内房都跌了七七四十九天 但是我想说的关键 你不能轻视内房的 不是说跌了七十四十九天 就是等于跌完的 因为它如果继续向下跌 兼个新闻面继续是崩盘的话 其实它是影响各行的 如果的辐射性效应 是太过强的 所以就只有它真的有一定的曙光 或者它肯定了的话 股市才是肯回升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而第二就是说 企业盈利的隐忧 还有就是说 企业盈利是主定是差硬的 还是差得来 究竟是 对这个股价的零件效果 究竟是有多强呢 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要去考虑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这两点是没有所改善的话 其实那个股价 整体的指数也相对来说 是有比较难的 是所谓的升幅 到最后 我亦作出一个补充 就是说 刚才我所说的路线图 只不过是最乐观的那种路线图 就是不想再臭尾了 总之说 几百多日上回 兼且一些板块转好 最精练的术语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下方 作为终极的 所谓要小心的价位 我就觉得是19,600 因为如果你不但实现不到我刚才所说的跌穿 跌穿又上回 跌穿又上回这种格局 之余 你还要在月初这么快 就失手连19,000 到这些比较敏感性的价位 我觉得 无论技术上还是政策底上 因为上次的政策底 就是19,300 我今次会将价格浪高一点 因为你去到19,300 还要跌穿你之后 然后赌货出街的话 你已经太迟了 你猜不定输到暈倒了 所以就不可以在19,300 你宁愿是被人败也好 我觉得应该是19,600 这样的价位 如果你看到是逼近 甚至收市都近乎绝望 跌穿了19,600 其实你就真的好仓要很小心 甚至有些股份 可能做得太多的 或者太狼狠的 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 是被逼要投降的 或者止损的 因为你这么容易在月初 我再强调的focus 在月初的角度 跌出这些价位 其实万一是重演上个月 重演上个月什么 因为你要回忆 因为是时候查评 你可以看到 上个月的股市是 是月初跌到月底的 OK 上个月的最月初 七月初 就是回归完之后 就是最高位 然后它顺利地 就是极度侮辱性的 一个月的最低位是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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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对不对 这是对好有最大的侮辱 就是我从月初 就侮辱到你最低位那一天 最低位那一分钟 OK 那我们就是说 现在又去到把气了 如果你月初 已经是跌穿196的话 你会不会上个月 被人由头侮辱到尾一次 你今次又再被人 又侮辱到30天 那这个真的不是跟你说笑的 是很认真的 是一个技术性的 一个探讨 一个risk management OK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刚才所说的 那些scenario 这些情况 是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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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